大家好,我是電腦王阿達 那今天為大家介紹一個品牌 可能很多人都聽過 但是並沒有多少人玩過的一個筆電品牌 就是這台Dynabook 那說起Dynabook 很多人可能會覺得好像很耳熟 那到底是在哪邊聽過呢? 其實以前他最早就是 Moshiba旗下的筆電品牌 那因為後來被夏浦底收購 那現在他已經被併入夏浦底下 那今天為大家介紹的 就是他的Portage X30L-G 那這一款呢 由日本設計的日系筆電 有什麼厲害的地方呢? 接下來為大家一一做介紹 拍箱啦 最上層是說明書 好輕薄喔 體積很小巧 這台很好看 在正面這邊呢 它有一個Dynabook A鍵這邊有法斯文的一個感覺 它全機都使用美女合金的機殼級設計 相當點有質感 這台的顏色叫做瑪瑙籃 接下來看其他配件 充電線 然後變壓器 這個變壓器蠻小巧的 不過呢 這台支援PV充電 所以這變壓器留在家裡就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台規格 那這次我拿到這台X30L-G呢 它處理器搭載最新的intel Core i10-210U 那也可以選擇呢 比較高階的Core i70-510U 記憶體部分的話 它內建8GB DDR4 也可以擴充到24GB 那硬碟部分呢 它內建的是512GB的M.2 SSD 那在螢幕部分呢 它就使用一台13.3吋的Full HD 一個總能螢幕 畫質非常好 那音效部分呢 它是只用DTS Audio Possessing的一個音效 不管是聽音樂或打電動 音效表現其實都相當不錯 那這一台呢 它不管是在一般的外出攜帶 文書處理 商務使用 都相當綽綽有餘 那而且帶出去好看 但它不可得名聲又響亮 絕對不會讓人肉氣 出去呢走路都有風 剛剛講那麼多呢 相信大家會覺得 這台擴充一陣那麼好嗎 打拆給大家看 然後現在大家講 正常來說呢 應該是要找原廠配合廠商 去做拆解 所以說這更新相當簡單 自己拆不好 可能會影響保固 所以這一點要跟大家先報告 大家注意一下 經過幾顆螺絲簡單拆卸之後呢 這邊看到呢 所以最大16GB DDR4 預算不夠的話 個人會建議說至少8GB 裝起來會比較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機構 現在那個乾淨 那這邊呢 整個機板的有一半的面積都是電池 能夠這台續航力很不錯 接下來 我們直接來看Dynabook X30L-G 它的一個外觀 跟IOA介紹 首先呢 大家可以看到顏色 它的顏色是瑪瑙籃 那全機呢 都是一個美女合金的機殼設計 然後相當的有質感 這台呢 我覺得最棒的就是說 它相當的輕薄 一般的筆電呢 你說一公斤已經很輕了對不對 那這一台要不要一公斤 不用 要不要900 不用 那到底多輕呢 放層拿過來 直接測下去 才822公克 超級輕 你看看相比之下呢 跟它銅中的日本青森蘋果 比它還要重 而且它的變壓器呢 只有240克 因為它支援PD充電 電壓器不用帶啦 直接帶一個小的變壓器就好了 出門使用呢 相當的方便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螢幕的部分 它螢幕搭載一個 13.3吋FHD的一個種的螢幕 具備高彩度 高亮度 而且最棒的是 它還超低功耗 之前iPhone曾經有傳言說要一個種螢幕 因為它的電耗非常的低 而且顏色又漂亮 雖然到最後它是用OLED 我相信應該是成本考量 這是下骨獨家的技術 表面還有一個防眩光的一個處理 不然上下跟左右 都有一個170度的可視角 所以不管怎麼看都相當的舒服 好看 那在上方這邊呢 它搭載了一個 900萬畫素的視訊鏡頭 所以你可以拿來打Sky 可以打Nine 像現在很流行 多方後 那你視訊會議起來 效果也非常不錯 而且它的這個螢幕 邊框相當的窄 整體的質感非常的好 除了螢幕漂亮以外呢 這台最厲害的是 它支援觸控 而且呢除了上下滑動以外呢 它支援多點觸控 可以任意放大縮小 跟平板一樣 使用起來非常方便 接下來呢我們來看它鍵盤部分 這台輕薄歸輕薄 小歸小 它的鍵盤呢 是全尺寸的一個鍵盤 而且具備背光功能 所以你在黑暗的地方 打字 我怕看不到 夜間作業相當的方便 而且呢它具備防潑水的一個設計 所以喔 如果不小心打翻水 以前呢 就是鬆熟了 現在呢 趕快把它擦乾淨就好 相信很多人呢 都需要這個功能 而且呢它的觸控板支援多點觸控 這角落這邊呢 還支援Windows Halo的一個指紋解鎖辨識功能 此外呢 它還支援TPM2.0的一個安全晶片 所以在安全性上也非常非常高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它的IO部分 在左邊這邊呢 最左邊這邊是一個電壓器接口 旁邊呢是一個狀態燈號 那接下來是Type系的連接庫 除了通電外呢 它可以輸出4K畫質的影像 那在旁邊是HDMI 一樣也是4K畫質 所以你可以外接兩台4K畫質的螢幕 來工作 相當的方便 在旁邊呢 是一個3.5mm的一個耳機麥克風接口 在右邊過來這邊呢 就是一個MicroSD的錄卡機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它的右邊 也一樣是個狀態燈號 然後兩個USB3.0的一個連接附 那個1GB的高速的RJ45有線網路 在散熱部分呢大家可以看到 因為這台呢它是做超低電壓 所以它機器本身工作溫度其實不高 不會讓你覺得有發燙 而且在後面這裡有散熱孔 背面這裡一樣有散熱機制 所以使用起來相當的舒服 然後以這種文書筆電來講 這台的續航也非常非常的棒 它的官方的數值呢可以到14.5個小時 那我們用PCMark去做辦公效能測試呢 9小時的一個續航 可以說相當相當的強效 大家可以知道說PCMark是個不快熱表 所以它能9小時的話代表你一般處理 至少都有10個小時以上的一個工作時間 而且呢因為它支援快速充電 所以在官方那邊呢它也宣稱 充電30分鐘就可以用5.5個小時 相當的厲害 別以為說插戰者而已喔 這麼輕這麼薄的一個機器呢 它本身通過均規測試 在均規測試部分呢它通過高溫測試 它在30到60度的環境呢 總共使用168個小時 而且在-20度下能夠正常運作 還有它溫度變化測試 要在-20度到60度的溫度變化下 要用工作6小時 還要在太陽底下曝曬 24小時三個循環 連續的做測試 在95%的10度環境下呢 要連續工作10天 而且呢還有在各個角度以26個方向 76公分的高度呢 據說掉落測試 還要是承受6小時的粉塵波長 撞擊部分呢還要是承受6個方向3次 總共18次的一個衝擊測試 海拔高度部分呢 它能夠承受4572公尺的高海拔氣壓 都要能夠正常工作 那震動還要能夠上下左右前後 連續震動一個小時 這樣子才通過均規 有沒有很厲害 最後呢為大家總結一下這台X30L-G的所有特色 它全機梅鋁合金 然後一個均規防撞TOPT的一個規格 使用起來相當的耐用 它搭載了一個種非常漂亮的螢幕 讓你看起來相當的舒服 它的續航長達14.5個小時 所以你可以在外面工作一整天都沒有問題 個人覺得它的IO配置算相當的完整 Type-AO Type-CEO 然後還可以輸出兩個螢幕 還有呢它還內建一個Windows Hello的指紋解鎖 還有它TPM2.0的一個安全晶片 安全性、方便性、兼具 而且它的價位我覺得不貴 4萬多塊 就擁有一台長效、輕重量 然後全日工作的一台日系筆電 個人相當的推薦 如果你喜歡日本設計的筆電的話 當然那不可 我覺得你一定會喜歡 我是電腦娃娃達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呢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加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掰掰